时间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探秘威剑 我是爱旅游的小薇 今天就带大家了解河南最富的城市 我们国家在不断的发展 但称得上一线城市的也只有北京上海广州了 全国其他的城市也在不断的崛起 他们的经济文化相较于过去都有着很大的提升 虽然我们不能全部都看到这些城市的努力 但是他们的努力总是会让全国人你看到 今天给大家介绍一个河南最富城市 被称小深圳还是国家级中心城市 河南省的省回郑州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最富城市 郑州当地发展速度相当快 随着河南省经济的快速进步 郑州也搭上了变车 郑州地处中国地理中心是全国重要的铁路 航空高速公路电力邮政电信主要输入城市 中国中部地区重要的工业城市 目前有汽车装备制造 煤电铝食品仿制服装电子信息等六大优势产业 氧化铝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50% 因为亚洲最大最先进的大中型客车生产企业 冷冻食品占全国市场份额的40%以上 得以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 郑州也是历史上著名商部 至今仍是中部地区重要的物资集散地 每年都会举办全国性区域型大型商贸活动 郑州商品交易所是三大全国性商品交易所之一 郑州价格一直是世界粮食生产和流通的指导价格 郑州还是古代的都城 郑州还是全国的重要交通枢纽 为古老的中华文化发祥地 拥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郑州每年都会举行乐器华会和败族大典 还被评为中国优秀旅游城市 历史文化景观众多 风景优美 还有享用全世界的少林功夫 郑州是新渊皇帝的故乡 存在着地质公园中越松山 在全省众多城市中脱颖而出 占得一席之地也实为不易 安理经济实力丰厚登上了新的历史舞台 再不久的将来将会走向全世界 小伙伴们 你们对此有什么想说的吗 好了 本期的他们一会见就到这里结束了 喜欢我们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击关注分享转发哦 家伙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